那我们进到第四课的文法咯 我们刚刚在课文当中就有看到这种叫强调句 强调句呢 就是它要套在这个 s...that...这种句型当中 把你想强调的 那个被强调的东西 要放在这个s...that的中间 而且这个that是不可省略的哦 剩下的呢放在这个框框里头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型的中文解释 这种句型叫做强调句 好这种句型叫做强调句 强调句句型 目的呢目的就是要将句子中的某一个部分呢 加以强调 因为你想强调它凸显它的重要性 所以把它搬到这个地方来 那留意后面的letter呢是不可以省略的 强弹强调的部分呢 如果为人且为主格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这个改成who 如果这个地方是it is you 如果这个是人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填who 就可以把它改成who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句咯 第一个原句是in india 在印度呢the gift of the leader 在印度皮革做的礼物 as considered offensive 会被认为是offensive 有冒犯意涵 现在呢请各位用强调句句型改写 把这个字the gift of leader 放到这里来 所以就变成in india it is the gift of leader that is considered offensive 各位有没有看到强调的强调的东西放在at is的中间 剩下的is considered offensive就放在that的后面 所以就变成就是中文就会翻成就是 本来的原句不会有这个就是这种强调句 本来就是印度皮革礼物是被视为冒犯的 但是中文现在翻译成在印度就是皮革礼物 会被视为有冒犯意涵就是这个就是就是这个edit 好我们该看第二个例句哦 第二个例句呢先把原句看一下 原句是在那个时候 then I realize我才明白到 gift giving送礼物的习俗 very different其实都很不同 around the world 原来啊送礼物的习俗在世界各地是那么的不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子句 在课文当中的子句 它是个子句我把它框起来放在这个realize的后面 这个人他终于明白到 明白到这一件事这件事情是个子句 好那现在呢他希望你请你用强调句改写 请你强调这个then 他想让你强调这个then 所以我们把这个then呢强调要他要强调他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 it was then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在那个moment 他看到了对方父母亲说到句话的那个脸表情 他才明白到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中文英文就会写 it was then it was then 然后再写that that可不可以省略 这个that绝对不能省略哦 然后我们再把剩下的 I realize gift giving customs are very different around the world 放在这个that的后面 对我们刚有说剩下的句子 剩下的句子放在这个that的后头 所以就变成 it was then 就在那个时候 that I realize 我才明白到 gift giving 送礼物的custom习俗 are very different around the world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并不能说我们想送什么就送什么 也要理解一下别人的文化 好接下来看第三句 第三句的原句是 Leo knock on the door Leo呢敲了 敲的那扇门 现在他要你强调的就是Leo这个人 Leo Leo他想强调这个人 那我们就把这个Leo放在这边 我们把强调的东西摆在这两个东西的中间 他说就是Leo 他敲了门 it was Leo that knock on the door 那还记不记得刚刚文法有说 如果强调的东西刚好是人 我们还可以把that改成谁 改成who 好这是小文法 不要忘记哦 that不可以省略哦 而且强调部分如果为人 阻隔的时候还可以用who 好接下来我们试试看练习 来这里呢有好有一个句子 那他有好几种写法哦 Jason 他说呢 Jason gave a love letter to Cindy at school yesterday 在昨天在学校 Jason呢他给了一封情书 love letter叫情书 love letter叫情书 他给了一封情书 把这个情书给谁呢 把这个情书送给了Cindy 然后在学校 现在呢 这个句子他要你强调Jason 好强调Jason Jason Jason放在这里 剩下的句子就丢后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It was Jason that gave a love letter to Cindy at school yesterday 好他说就是Jason 就是他啦 他呢送了情书给Cindy 那这个that还可以换成谁呢 我们刚刚才学过的文法 如果前面是人 他刚好又是阻隔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就可以用who 或者是用that 这个that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哦 所以It was Jason 就是Jason他做了这个动作 接下来他要你强调Cindy 好他说就是Cindy 就是Cindy 他是Jason所送的对象 It was Cindy 各位看哦 Cindy Cindy从这边搬出来 搬出来之后剩下的句子往后面抄 That's Jason gave a love letter to school yesterday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里没有东西了 这里的Cindy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Cindy被搬到哪里去 Cindy被搬到前面去了 有没有 这里本来是Cindy Cindy本来是放在这个位置 他被发现到了这里来了 Cindy被放到这里来了 所以他说It was Cindy 他说就是Cindy That Jason gave a love letter to 就是Jason给了情书的 给的对象就是他 as school yesterday 好接下来他要你强调情书 好他说是情书 It was a love letter 他说就是情书 That Jason gave to Cindy as school yesterday 他说这是情书情书是Jason给的 给的给的to Cindy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的东西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本来长在这个位置 Jason gave a love letter 这个love letter从原句放到前面去强调了 好第三个It was at school 他说就是在学校发生的地方就是在学校 就是在学校That Jason gave a love letter to Cindy yesterday 就是在昨天在学校 就是在学校发生的 各位可以发现这个在学校的地点 这个地方原本在这边被搬到前面去 就强调了as school 好我们看第五句 他说就是昨天 他说叫强调昨天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Jason把这个情书给Cindy的 他说It was yesterday that Jason gave a love letter to Cindy at school 后面的Yesterday Yesterday本来在这边 他被搬到前面去 所以各位去感受一下 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 就是其实他其实都在这边 你把强调的东西 你把强调的东西往前面搬 然后That 这个That 他后面都是加剩下的句子 好我们看me部分的练习 请你根据这个剧情强调剧 It was...that 还有提示字去写出完整的句子 好那注意动词的变化 我们看这个句子 他说有一天 One day my father told me the story of how he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my mother 他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爸爸 我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how 他如何遇见 met 遇见而且呢 坠路爱河 Fall in love with 这个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就是爱上了 他是到底是如何 好到底是如何遇到我妈妈 还有到底如何爱上我妈的呢 他说啊 He say 他说我还记得哦 老爸说 I remember all the important moment with your mom 哇这辈子永远会记得所有重要的时刻 这个时刻叫moment 我又会记得重要的时刻哦 跟你妈妈在一起的所有重要的时刻 他说呢 就是在 It was on Christmas day of 1996 That I was first met your mom 他说呢 当时候呢 他说就是 这个It was 这个It was翻成就是 就是在圣诞节1996年 on Christmas day of 1996 就在那个1996年的那个圣诞节 那一天 That 这个That可不可以省略 不行 That I first met your mom 我第一次首度遇见你们妈妈 就是在这个圣诞节1996年的时候 好 他给我们on Christmas day of 1996 然后I first met your mom 把这两个关键字呢 套在这个句子当中 他说呢 After the day 在圣诞节的隔天 After the day 第二天之后 I couldn't stop 我停不下来 一直会thinking about her 我一直会想到你妈妈 Two days later 两天之后 I give her a call 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他 It was this phone 就是这通电话 还好我有打 This is the phone call 就是这部 这通电话 That 就是这通电话 It was the phone call that help us 这通电话帮助了我们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让我们能够在电话当中 更了解彼此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phone call help us 把它放进去这个